狸猫焕太子的幕后真相如何?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,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——狸猫焕太子案,替宋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。 据说,有一天包整,经过一地,有一位瞎老太太告状,包公见此婆口呼包卿,自称哀家。 提名如何又这样口气? 只见老太太眼中流泪,便将以往之事,滔滔不绝述说一番。 原来这位瞎眼的老太太,是当今万岁的亲娘,当初她生下仁宗时,被记恨她的刘妃陷害,刘妃抱走仁宗,让自己手下太亲郭怀去找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,对着皇帝说是李妃产下的怪胎。 圣怒的皇上将李妃赶出后宫,李妃因此而流落到此。 包整得知真情,与李妃假认做母子,将李妃带回开封。 此时,真宗早已死去,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,始称宋仁宗。 包整又趁进宫,向仁宗嫡皇后贺寿之机,将李妃带进宫中。 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,并道出了真相。 后来包宫又设计,让郭怀供出真相。 以做了太后的流逝,知道阴谋败露,惊绝而死。 由于包整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,被仁宗认为首相。 宋氏则另有一说,历史上仁宗却又任母一世。 据历史记载,宋仁宗既非皇后所生,也非皇妃之子,而是侍奉真宗刘德妃的宫女李氏所生。 仁宗生下后,刘德妃将其收为嫉子,亲家抚养,后来在年幼时即嫉了皇位。 这样刘德妃就成了皇太后。 刘太后仁慈厚道,当仁宗生母李氏并动时,刘太后将其宫女晋升为臣妃。 后来李氏并故,刘太后还以皇后之礼,给予厚葬。 过了若干年,刘太后逝世后,仁宗左右有人奏名仁宗,陛下乃李臣妃所生,臣妃死于非命。 言下之意,臣妃乃刘后所害。 究竟如何,仁宗自然要查清,好在臣妃灵就尚在。 于是仁宗亲看开启臣妃之官查试。 臣妃遗体由于有水银保护,顾其肤色像活人一般,并非被人害死模样。 再看她官服,却如皇后,这就证明当初臣妃确实因病而死。 刘太后也确实将臣妃按皇后里安葬。 综上所述,仁宗任母这一事件整个过程,也与包政毫无关系。 这件事发生在仁宗亲政之前,也就是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以前。 而此时包政还是一个不依百姓。 至于刘妃到底用什么方法把赵真收为棘子,也不得而知。 令人不解的是,赵真登基后九年间,在世的李晨妃为什么会坚口不严? 这给后人留下一个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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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